许久回来了 墨子点头应好 目送马车离开 一转身 看到牛糕狂奔而来 牛眼东瞄希望 墨哥 原相呢 牛糕一出声 喊原成旧官职 墨子拍拍牛糕的扩间 牛师傅 昨日之事 譬如昨日死 我明白你有自己的苦衷 可他已经被难得皇帝 没收家产发配男荒 差点叫重刑折磨到断气 好不容易捡回这条小命 还得过着心惊胆战 不知何时让人暗杀的 惶惶日子 如今 不说洗心革面 也算是重新做人 又是我结败义兄 看在我的面子上 能不能就算了 更何况 贿赂这种事 一方给一方收 谁也不能保证 所托就成 不知你当时 贿赂他多少银子 如果只是百两只数 我帮他还给你 就是了 绝对不是他 小瞧牛糕 只觉得苦哈哈的汉子 贿赂也给不多吧 一两 牛糕 牛糕说出来后 就双脚跳 哎 墨哥 这哪儿跟哪儿啊 我就想磕完头 也算了了一桩心事 你补我多少银子 也不能跟原相 为我老牛进的力相提并论 一边说 人要往门外跑 墨子一把拉住他 等等 牛师傅 你给他一两银子 他还帮你办事 真的 假的 哎呀 都说了不是银子的事 牛糕心急火燎的 牛师傅 你把前因后果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 他家在哪儿 俗话说得好呀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墨子嘿嘿一笑 牛糕直肠子一个 墨哥 你别笑那么瘆人行不 好像我老牛 要去害原相一样 你要是一直 原相原相地喊下去啊 弄得人尽皆知的 那么害了他 也就是早晚的事了 墨子笑忠 不说笑 牛糕听懂了 连忙捂着嘴 嗡声嗡气地说 那 袁大人 墨子耸耸肩 不知可否 说给我听听吧 一两银子的贿赂 牛糕因为说起这事 情绪激动 有些语无伦次 大致意思 概括如下 他本是首艺人 世代住在江边上 开了个作坊 日子不富裕 也不贫困 和他的妻女一起 快乐地过日子 一日 有馊小访 在江边吃水下沉 因为就在他家门口 他挺热心地 上去帮忙 他妻子也给人 准备了干衣服 谁知 救下来的那个年轻公子 看他妻子貌美 竟出言调戏于他 要不是他正撞上 那人就要动手动脚了 于是 大怒之下 将人赶了出去 半月后 那人带了十来个家丁 强行抢走他妻女 把他打成重伤 他打听后 才知此人 是知府大人的儿子 亲民罢女 无恶不作 他状告无门 走投无路之下 听都城回来的 一个老朋友感慨 难得之官 为原相 还能受人钱财 替人消灾 他当时只知道 原相恶名 但既然已经绝望 就想做最后一事 他变卖家产 赶往都城 一场大病 几乎耗尽全部 好不容易 在路上拦到原相的官教 只剩下一两不到的碎银子 原相拍了他的状子 收下他的银子 亲笔一封书信 并派亲随陪同他 去吏部尚书大人府上 那时原相权势滔天 尚书大人不敢言误 浊人和他一起回乡 令知府处理此事 这就是原成对牛高的 一两之恩 然而 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 原府北门 仍跟从前一样 不落索 莫子推门而入 在草间 寻小路慢行 虽有暂尽 阿好阿月跟在身后 却不妨碍他想起 过去独行的日子 那面隔开两个府的高墙 明明就在视线内 心中 却觉得两个世界那么遥远 白河出来后 他还没回去看过 里头唯一能往外跑的小衣 有时上路脚向坐坐 只说求三娘无事挺好 这些笼统词 白河是告知了两位王妃 才放出来的 合情合理 没人在想着 至于他 粗屎丫头的身份 有名无实 而知道真相的 萧二号面子不说 萧三号三娘不说 所以目前看来 他可以无限期 在外晃得下去 等里面的人根本记不起 有他这号人物存在 那么求三娘的产业安全 他的卖身器也到手 两全其美 过三步木桥 上五步石间 入乌廊 见云亭明楼 青湖白石 是唐柱中的素颜沉昧 诺大的府邸 仆从仍少得可怜 跟国家自然保护区一样 只有风景 没有人影 不过 也就是看着很没人 戴华一突然出现在 长廊那头 墨子一点都不惊讶 三公子来早了 他在原府 硬邦邦敲定 墨三是也 连华一 都往三里称呼他 啊 有点事 墨子笑笑 又问 袁大人在吗 大人刚回来 在吃亭关飞鹿 听闻三公子来了 邀你供赏 华一前头引领 他消息到灵通 墨子跟华一走 大人吩咐 北门不可下栓 是我自作主张 派了人在那里 华一这么补充 似乎有 不想让墨子误会原成之嫌 墨子只当自己想太多 华将军 段凤皇命低调行事 在原府众人眼中 是普通护卫 其实 他官拜千牛卫中狼将 与原成同级 高一阶 所以 墨子这声将军 叫得无措 三公子 直呼我名即可 千牛为腰牌藏起已久 他以内卫之身 受命此则 认得他的人极少 华一 墨子从善如流 这是他的优点之一 我看这府里 风平浪静 你带人守了那么久 岂非大才小用 皇帝怕有人要杀原成灭口 还是怕原成逃走 如今看来 更像后者 毕竟那些 欲找原成晦气的人 怎么想得到 一个亲犯 能当官升官 混得挺风生水起的 此前 有十来批人来采过 我性不辱命 护得大人周全 华一说得很简洁 就好像 那十来批人 是来看风景的 墨子呆住 那那言 他住进来 不过半载未满 我本以为 朝廷命官的掩护 让人找不到他 想找的 总能找到 不过因为各有居心 不会对外张扬 其二 大洲天威仍在 他们既知 皇上护着大人 那所行之事 必然谨慎 不好明目张胆抢人 不爱说话 不代表不会说话 听你所言 护人 更甚于防人之心 周围也不知道 有没有人听闭脚 他压低了声 似自言自语 华一历时 看墨子一眼 却不再发一言 直到痴亭再望 墨子也没想明白 那深深一眼的寒意 天上未黑 墨哥来得到早 墨飞 是饿了 原成侧坐在亭边 长椅 乌云衣 兰花秀 正扔果枣 三面挂了炉草帘 四脚摆了火炉 风吹不冷 扶栏上有两只丝鹿 摊停柱上的鞘鱼而来 用长嘴在柱上擦着 最终失望 退而求其次 使果肉 来给你讲故事 好不好 讲牛糕喂完的故事 墨子走到他对面 也侧坐 两人便各站一脚 我知道 你向来喜欢听故事 我不过喜欢 听你说故事罢了 原成看向他 地去一园挨酒中 亭上无外人 酒中喝饱 墨子饮一口 不仅暖 还清甜 正适合说故事 不甘不裂 从前有一块大地 在离这儿 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里的人和妖怪 彼此仇视着并存 一个天生大力的年轻人 发誓要杀掉世上 所有最厉害的妖怪 这天 他到了一座山脚下 山上有一群妖怪 由一个大妖怪统治着 但就这样 山下还有村落 人们每一季 都要向大妖怪 送去猪鸭鱼肉 以求平安 日子勉强温饱 年轻人看不惯 大伙被欺压 闯上山去 与妖怪大战三百回合 最终打死了大妖 小妖们四散奔逃 他想他们不足为患 就随他们去了 村里的人对他感激万分 赞他为英雄 这个出肠英雄滋味的年轻人 很快就继续他的杀妖征途了 数年之后 当他再经过那座山下 想起当年的事 心血来潮去看村里人 墨子一指原成 老规矩 该你虚伪了 原成手一挥 思路惊走 村子里的人 被妖怪吃光了吧 没错 墨子啪 扣个响指 这个动作 让原成挑眉拢眉 觉得又是有趣 小妖怪们中 选出了一个妖王 不过 这个可不像之前那个 根本没有相互依存的想法 把人都当食物垫肚子了 优雄这才知道 原来他破坏了这座山的平衡 杀掉的并不是最坏的 而是坏中最好的妖怪 他以为杀妖 就是替百姓造福 其实反而害了他们 唉 墨子长叹一声 望进原成的眼里 我三日前方知 你就是难得那个国里 第一个大妖呀 原成眯眼而笑 三地说故事的本事 未能精进 倒是骂人的功夫 较之深厚了 墨子连忙摆手摇头 飞也飞也 哪里是在骂你 我大大的夸你呢 蝎子 乌鸦 到如今的妖怪 一点不曾沾上过人气 我问问你 真是夸我 说得很冤 却眉眼忍笑 墨子瞧出来了 干脆嘴上不饶人 先不解诗词之意教 后不解故事之寓意 袁大人 早些词官归隐 卖卖红薯去吧 原成哈哈大笑起来 墨哥说故事 总能令我开怀 将来变卖红薯 只要有人讲故事给我听 也必然过得快活 墨子心头一动 装作痴笑 你都卖红薯了 还有人跟着你吗 想得挺美 原成定谋 见他故作痴笑 分明是称 欣赏难得的娇眉 说道 是吗 我落难之时 能有人赠我明珠无双 又怎知 卖红薯时 无绝世家人 常伴身侧 愿望是美好的 能不能成 是老天决定的 打击他 墨子没把所谓的绝世家人 往自己身上套 他的相貌 无论如何看 都称不上绝了事 人类可是一直在进化的 我倒觉得 努力更有用些 上天不给 就不能自己取 原成探又掌 突然五指一收 紧握住拳 自己若抓不住 老天给了又有何用 莫子又钦佩他一次 这个古人 让他自叹不如 差距很远 进化的比他强 牛高让我转告一句 话说回来 他还有六十六个头要科 希望你能允他 他一人来大洲 妻女留在南德了 原成问道 你原来还记得很清楚吗 墨子诧异 只有一两银子 你为何帮他呢 因那是我在南德 所收最后一次贿赂 一两银子虽少 却是他身上全部所有 我说过 送礼这事 贵在心意 这话 并非匡语 莫子已知前因后果 原成也不再话留一半 未及听到回城 我就入天牢了 不知后事 他去晚了 他岂已遭凌辱 趁人对他看守烧松懈 带着女儿 头颈自尽了 很悲很苦 很愤怒 很无奈的故事 原成将目光调回湖面 神情极淡 淡到让墨子以为是哀痛 我猜到了 他爱妻之甚 我心有所感 既是一人出来的 想来他妻女 已遭不测 那我也不算对他有恩 他何必还要磕头 因为你的帮忙 他才得回了他妻女的尸身 能将他们安葬在祖坟 还他们死后安宁 为此 他仍对你感激涕零 牛高的故事 到此结束了 不 我向来拿人贿赂 必办成其事 他让我救他妻女 如今人已死 我对他和恩之友 烦尔尼转告 人死不能复生 我虽有负所托 这银子不能白收他的 让他把头留到以后再磕吧 原成目光寒烈 墨子听得稀里糊涂的 数月后 牛高屋中七女的排位前 多了一个木盒 牛高打开一看 嚎啕大哭足足一个时辰 原来那竟是他仇人的向上之头 牛高冲到原府门前 原成待客不能见 只传出一封信 他就在门口磕六十六个头 皮破血流 同行丁修等人实在不解 苦口婆心拉他起身 为莫子知情不劝 归红于后 牛高立原成长生排位 世年取一贤富 再过起日子来 这话便在此题 今后不表 明年急匆匆上庭来报 客人们的马车 已到正东门 郡门房小厮说 九爷瞧见了 正帮着劝 瞧见什么 又劝什么 莫子好奇道 明年让草帘子挡着 进来又低着个脑袋 没想到莫子在 吓得倒抽一口冷气 说话结巴 没 没 没什么 莫莫 三公子 这么早来啊 今天 人人嫌他来得早